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报道,虽然C罗离开了黄马,但是他并没有离开欧洲年赛,已经33岁的葡萄牙巨星仍然雄心勃勃。 C罗希望能够在曼联和黄马之后的第三家俱乐部里获得欧冠冠军,这也正是他没有前往美国和中国的原因。 C罗非常清楚,尽管尤恩图斯一直在一甲联赛处于霸主地位,但是其自身的实力并不足以问点欧洲之巅,因此,葡萄牙巨星为了实现在斑马军团,捧起欧冠奖杯的梦想。 他希望今年夏天尤恩图斯能够在今年夏天继续引进强远,分强球队的实力和竞争力。 众所周知,黄马主席普洛伦蒂诺要在今年夏天对银河战舰进行全面改革。 随着C罗的离开,BBC组合也将面临全面瓦解。 因此,葡萄牙巨星希望尤恩图斯能够抓住这次机会。 今年夏天从银河战舰带走他曾经在伯纳乌丰线上的黄金搭档本泽马。 据悉,从以往的经历看来,C罗与伊瓜因的配合并不融洽。 而且切尔西有意在今年夏天引进阿根廷前锋,班马军团也有意将伊瓜因出售至蓝军。 因此,本泽马是顶替伊瓜因的最佳人选。 如此一来,我们有机会看到C罗和本泽马在一甲再续前缘。 一直以来,C罗都非常喜欢和本泽马一起踢球。 如果法国前锋能够加盟尤恩,对于葡萄牙巨星来说绝对是如虎添翼。 更重要的是,纳布勒斯也计划在今夏签署本泽马增强实力。 班马军团可以借此打击一下竞争对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